歡迎大家今晚收看聲東激西 我們歡迎嘉賓洪暑儀 說說最新的醫學研究之前 你說你最近做少許運動 因為走不了嗎? 對,一夜之間腳掌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位置,即是腳眼位 無緣無故腫了 全部咬了嗎? 沒有 會不會是睡眠不夠呢? 好像說睡眠不夠也會影響走路 睡眠不夠也會影響走路 但未至於令我的腳都腫了 受不了力 希望你早晚安復 雖然我這個也會影響走路 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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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為何會不夠睡眠不夠 影響走路研究出來呢? 關聯是怎樣的? 因為很多時候不夠睡的研究 都說會影響認知能力 或者可能做一些任務做得差一點 叫你算數又算不合適 算得慢一點,又沒有那麼準確 或者不夠睡,跟你喝醉酒的關聯 特別是開車的話 原來你很不夠睡的話 跟你喝醉酒的效應是差不多的 因為你注意力不夠 跟你喝醉酒不能夠看到路面情況一樣 我們之前也說過 是的,或者理解力上 你跟別人聊天 可能有不少人說什麼 或者聽不入耳 或者你自己看東西也看得 輸入能力也差很多 但今次這個麻省理工大學 和巴西聖保羅大學做的研究 他們就從另一個角度 就是看一些人 如果不夠睡會不會影響走路 其實是那個步枝或是步履 因為走得不好的話 譬如踢傷又比較容易 或者你以為自己控制自己的步伐很好 但原來不是你想像之中 也挺大件事 隨時真的輪盡一點 然後踢傷等等 但這個研究本身 我覺得一個有趣的地方 譬如說為何MIT 就是麻省理工學院會研究 我們小時候學走的時候 才是要高度集中自己意識去怎樣走 當你開始不斷地走 不斷地走 你就進入了一個不用用老式走的狀態 感覺上是好像天然就會做 人類之所以是人類 所謂寧長類動物裡面 我們是智慧最高的 其中一個經常用來舉例 就是人類懂得走 於是可以看得更遠 這個亦令我們可以騰出一對手 用工具去做很多事情 我們經常說 人類為何是萬物之靈 就是懂得走 但這個研究就是想說 其實不是的 其實你懂得走之餘 你的腦子也有些功能 有些事情它會做 所以譬如說 你這樣走不行 你這樣走遲早步子有問題 你要改好你的走路方法 那些爸爸媽媽有經常說 你不要寒背 那些事情 其實都是一個習慣 我們的腦子有能力去令路 我們走得好一點 當然如果你不夠睡 就會令我們走得差一點 是這樣的背景 是 因為他們這班人員 都做了一系列的背景研究 就是你的說法 究竟走路是一個反射的動作 不用考慮 都已經懂得做 還是其實都需要一些精神的力量 即使用電腦的話 都要用你的電腦 雖然未必是故意去想怎樣走 但可能潛意識地 是需要消耗你的腦的能量 可以好好地走路 你以為自己不是在用路 其實你不夠睡覺 那就自然用路差一點 那就影響你的走路 你想控制未必能控制到 你不會一直走一路 想你走路的東西嗎 這是心思思 現在人們要訓練 是呀 我有個世伯 他經常做這件事 但是否好事呢 當然有些小朋友都會 例如他去到某個商場 或者在某個地方 看到有鋪一張瓷磚的話 他不會踩到那個格子的界面 他一定要踩到那個格子的裡面 有些人就是心理病 因為不能夠踩到這個界面 是一種某程度的OCD 就是強迫症 但有些人就說 不是我要很清楚 我每一步走到哪裏 有些人是這樣 我有個叔叔 他說我從這裡走到那裏 大概要幾個步 他就去計算自己的步伏 應該是去到幾個步 去到幾個步便會到那裏 那這個也是 也有些心理性的成分 在裡面 是呀 但我有時就會覺得 有些人越想 就越出事 那些心理狀況 譬如你走樓梯 一想大家伙 會不會滑樓梯 就突然之間 好像卡一卡 不想好地地 一想了 就好像總是不太順 那當然我覺得 有些情況 你是有想到 你沒有留意 下雨你就會想 是嗎 即是水淡在哪裏 我踩到那裏 我的鞋子會濕透 那一下雨 那個就不會是本能反應 那個就是一個經設計 甚至乎你要思考很多東西 才可以走到馬路的另一邊 要避開水淡 是 那今次的研究 是怎樣做的 他其實就找了一班學生 然後 其實他們就提供一些手錶 追蹤他們兩個星期之內 他們的活動 看看他們睡多少 活動多少 然後也叫那些人 不用理會這個追蹤器 你如常生活就可以了 不要讓他做油 你不要假裝睡得多 盡量不理 對 結果就發現這班人 平均睡大約六個小時 每天 有些人就會 因為他長大兩個星期 就發現有些人很正常 一定會有些人在這裡 周末的時候 可能不需要那麽多學 那就睡補眠 睡多一點 就是睡了幾多人 有些人睡得多 有些人睡得少 有些人就會補眠 平均地都是睡六個小時 然後在第十四夜的前夕 即是兩個星期 有一班人就叫他們 今晚不准睡 你們進來的實驗室 但不准睡 應該沒有派對 總之就不准睡 就是兩個人做一個不夠睡的情況 就是什麼 急性剝奪他們的睡眠 這個組別就對比一些 照睡六個小時 如果是平均的那些人 接著就怎樣做這個行路測試 就叫他們在一個跑步機上面 然後就叫那些人 一直跟著一個節奏走 純粹叫那些學生 你跟著這個節拍 你就跟著他走 但其實那些研究人員 就是不斷在改變那個節拍 即是有時快一點 有時慢一點 那些學生究竟他們跟得有多準確 要求他們怎樣走幾快走幾慢 對 他們沒有說我會轉 但純粹就說 你跟著這節拍 看看那些學生 他們能否跟得上那個節奏 結果 那些像跳舞機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 不過你要聽著 阿仲哥穿得很好 有沒有看他們 對… 你要聽著 如果幾個很好 然後就看看 究竟那些不夠睡覺的人 比起一些上面充足的人 也不算充足 即是正常 他們來說正常睡覺的人 情況有甚麼不同 就發現 如果是之前那一晚 沒有睡覺 被迫在實驗室裡過夜的人 他們就不太能夠跟著節奏 即是不太能夠跟著客人 即是不太能夠跟著客人 專注力就差很多 對 就發現他們 總之總括來說 這個行路測試的分數就低很多 但是如果有些人 這群人裡面 平時有補眠的 即是周末的時候有多睡覺 他們的成績又沒有那麼差 如果是之前 可能在班戶一些有補眠的情況 即是平時沒有那麼欠缺睡眠 又好像可以幫助手 所以其實它不只是說 夠不夠睡覺 會否影響行路 其實它是測試你的專注力 以及你的生活雜性 因為也有很多研究 關於你周末補回睡覺 究竟是有作用 還是沒有作用 補得不能補回 而且補的方法是怎樣 是你真的幾個小時 馬拉重式補完之後 會令自己的生理時鐘 也改變了 我的生活節奏 也改變了 夜晚又睡不到等等 還是補充一點 一、兩個小時 接著好像充電 又繼續進行患上生活 就是睡覺理論 但你現在這樣說 我發現不是說你補眠的一部分 而是如果一個人 習慣了補眠這個行為 或者他期待自己 有機會補眠的話 他是不介意突如其來 令他不夠睡的狀況 他面對一個突如其來的狀況 他較易處理 因為他有保眠這一部分 但如果你說我習慣了 沒有六個小時 或者不夠七個半小時 真的不行 那他連走路也有問題 怎樣走得跟著節奏也跟不到 對 因為他這個叫跟著節奏 其實也是在考驗究竟 雖然是專注力 亦都是控制得有多好 你想跟著 但控制不到 這樣便自然不撻 所以你有時走路上面 而且這個是很機短 為何你出意外 就是你以為你做到這件事 你以為你沒有踩進洞裡 誰知道就是因為插錯腳 然後跌倒 踩進洞裡也算了 你知道有時可能踩進寵物的牌子物 哪一個比較重 兩樣都各有各的各的 看你的鞋子有些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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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有些人還要重點 身體就會自己康復 希望有機會 對 鞋子未必賣得回 或需要很大的投資才能賣得回 看看哪一個人會比較重要 總之所謂做人要腳踏實地 即是你要平均分配注意 那你怎樣才可以做人腳踏實地呢 起碼你要夠睡 你不夠睡的話 你就隨時插錯腳 甚至扭傷 所以說人們不夠睡 腳步浮浮是真的 原來真的是這樣 又弄回去 真的不夠睡 就像喝醉酒的反應 所以大家聽完洪書爺這樣說 請大家睡好一點 否則隨時走到街上就會跌倒 或者踩到你不想踩到的東西 也不好吧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怎麼扮》 教授昨晚會否輾轉反側 打算今天我會問過甚麼政治問候 其實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我不知道Fred有否留意 國家安全其中有提到食物安全 食物安全不只是那樣東西 食物是否能吃得出口 除了那樣東西健不健康之外 就是供應是否充足 因為不充足一定會出事 我覺得是危及安全的 當然了 對 所以譬如說質和量如何平衡 因為兩頂沒有 除了應證之外 你是生物系的主任 學生在學的過程中 我想怎樣都要涉及範圍寬 因為畢竟是大學 例如我們怎樣理解 例如國家安全有問題 跟質也有問題 跟量也有問題 應該怎樣平衡 我們會看到 第一 如果從一個國家看 你這麼大的人口 我才會介紹食糧的問題 食糧就要跟量有問題 要有足夠的食物給它 所以從這個角度 一下子轉為有機 因為有機 始終生產是另類的方法 追求質 對 那是摩岸的質 但如果量要等同現在傳統 在現有的概念來說 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你如果從一個國家安全 我們先會走向一個量 那我要看傳統方法 但傳統方法也要講質 所以如果你問我 雖然我做有機 我不是一個有機的呆黑主義者 即是說我們在… 你都是現實去看事情 會的 因為我在國內做的時候 我們也有去國內的農場 以及做一些廢物管理 你可以用傳統 不過你多加一些有機質 那為什麼呢 你不能去到100 你也能去到50 令到泥土的壽命較長 對 可折性較強 那慢慢你種下去 你就越來越接近有機了 當去到某一個階段 在將來的話 大家都認為有機會 產生的量 又技術上可以做得好 可能會多些有機 我最簡單的用一個例子 就是去法國 我們去法國的時候 幾年前 我們去街市看 因為他們賣的有機菜 佔他們的比例 差不多七成 這麼厲害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我應該說他們的價錢 跟有機菜 跟普通菜只貴35% 所以大部分農民覺得 為何不做有機菜 我的市場在 對 因為已經去到很接近 不是相差太遠 對 消費者就可以買 對 所以我說 在社會的轉變 因為歐洲的社會 我覺得比較先進一些 他們接受一些 你種普通的作物 影響環境 我不支持你 從一個消費者的訴求 令農民要改變 所以我覺得 香港是走這條路 但還有一大段路 至於中國 我覺得更難 因為我們人口太大 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 但歐洲的國家人口很少 經濟又可以適合 走向那個方向 我覺得越來越有機 是更加容易 但這個方向是對的 其實 方向絕對對的 你不100%有機 你也要多些有機 我們作為香港 不要說中國 中國太大了 14億人要養它 香港有700多萬人 我們還有些農地 還有魚塘 發展有機 起碼是耕種和水產 淡水養殖 遲些再說海水養殖 沒錯 其實都可以有很多發展 我會覺得 現在香港有4000公斤農地 真的種了的 都是700多公頃 還有3000多公頃 有1000公頃是種地 一定用不了 剩下來其實還有3000公頃 為何不可以呢 當然我們北部大都會 可能要發展 可能要犧牲一些農地 好 如果真的要這樣做 你犧牲了農地 其他農地 就確確實實 告訴市民 我這些只可以做農業 不可以將來轉去做一個 我們叫做居住 如果是這樣 在農民的角度 或者從農業生產角度 更加清晰了 清晰才會投資進去做 如果一個農民 投資一百多二百萬 建了溫室 明年你和我收地 我已經沒有了 我們擔心有田沒有人耕 有堂沒有人養 有可能的 因為香港 現在已經不是一個農業社會 當我真的有田有地 年輕人願不願意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要做幾件事 第一是教育 教育的市民有這個信息 教育的年輕人有這個專業 所以有專業的教育才行 所以我們很幸運 在浸會大學 我們開了一個 跟農業有關的課程 學位課程 是第一個在香港有的課程 那叫做什麼名字 生物資源與農業科技 是 怎麼這麼專業 很專業的 不專業 其實我想說農業 你不可以單是教他種植物 你同時有一個所謂的 保育的概念在裡面 當你種植物 不會破壞環境 那麼農業社會繼續 又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對 他們畢業最好是發展高增值 高價值的有機 沒錯 所以從技術 再從人才培訓 有了之後 我們要給他一個空間去發展 我覺得仍然有部份的年輕人 他喜歡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 他想去田園生活 但同時要賺到錢 你不要叫他賺得一萬元 怎麼過活 會否我們都有一個錯誤觀念 以為農民就是那種操作模式 而事實上現在是變了很多 因為我們就以為 在天還沒光 要落田 因為晚一點就很熱 已經很曬了 但現在有機械的輔助 是否已經… 現在是一個精緻農業 講求是技術 你不需要去到農場 看看淋了水備 你在家裡可以拿著電話 如果有一個APP 按下去 搞定了 已經淋了水 原代化了 養魚也是 我們去台灣看 去下餵魚 他在一輛車裡 拿著一輛車 我開給你看 現在我們看看 即是手機控制嗎 對 手機按下去 下魚 現在無人機已經做了很多輔助 不會說用很多人力 那就可以減少人力 減少人力 於是你有知識 你沒有知識 將來很難做農業 還有你的品種 很多培育 要科研人員才能做到 所以香港在大灣區下 我仍然有角色在農業上 可以人才培訓 科研 然後再把農民帶到大灣區 因為香港不是很多地 但是可以去國內開展 國內這方面 會不會讓我們先進 絕對 所以我們要跟國內合集 一定要合集 先進很重要 我早幾年去看過 是嚇一跳 我去上海看過一個 中國和丹麥還是荷蘭 一起做的一個 養魚嗎 中籍的 中籍 番茄之類的 整個廠房行運 我想幾十萬呎 只見了兩三個人 基本上沒有人 基本上是全部機械的東西 甚至要把番茄那條藤 拉高一點 按鈕就會升高 有些歪壓拉著 更誇張 對 整個場是這樣的 整個場是這樣的 又參觀過一個 內地很流行吃小龍蝦 現在最近也有些包裝產品 運到香港 參觀過小龍蝦養殖場 大家都說 以前那些是在坑渠鬧 很乾淨的一個 現在一共有個光 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範圍 有小龍蝦 三種顏色的 有白色、有藍色、有紅色 是的 整個概念不同了 我還跟旁邊工作的人 跟他聊天 原來他是北大畢業下來的 在上海工作 有幾位學生 剛畢業後 沒有他落在那裡工作 原來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現代的農業 已經不是我們駕駝頭 用手淋水揹著兩個蛋 不是這種 甚至還有一件事 甚至還有一件事 就是阿華 有一些珍貴的藥材 他先在一個溫室裡 培植了 然後將它移植到本 山區裡 一個正確的環境裡再種 是 馬上… 對 所以其實農業科技 已經現代化了很久 但只不過香港 因為我們的發展真的很慢 因為農業不是我們主要的主流 但現在開始轉變 招生情況如何 各位 我們開始第一年 我們只有15個學位 我們收換了 第二年已經超過這個數目 然後還有一、二年班 其實我們有二十多人 每一班 現在看上去還在忍辱 是 但很快 但我們的同學 其實我覺得挺好出路 因為很多這些原藝 一些預備投資 做一些所謂耕種 尤其是水耕 那些 不肯問我們拿人 其實現在是有個市場 是 有這些科技 其他大學沒有的 暫時沒有 你應該認識多些 我都說了 那時候較為和你熟悉的時候 是因為你做菜場 所以認識多些 你真的要認識多些 你真的要認識多些 原來這個世界真的變了 我也覺得 例如香港的年輕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應該多些去周邊的國家 或地區看多些 看看別人的農業在做些甚麼 我們在做些甚麼 應該還有很多發展 沒錯 明晚我們有轉換的話題 今天謝謝王環中教授 我們明晚再見 明晚再見